奇奇怪怪的河北冷知识又来了 一说到河北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河北的省会在哪 感觉河北说不出它的好 也说不出它的不好 完全就是一个没有特点的省份 对了 没有特点就是河北的特点 河北虽然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九种地貌的省份 但三山五岳 大山明川 河北一个没站上 河北菜是中国八大菜系里排名第九 更可笑的是 河北连自己的方言都被周边城市带跑了 牢房人一开口就是老北京 仓中人满满的山东味 奇广岛操着浓重的东北音 寒南形台一嘴河南话 张家口人要不是内蒙音 要不就是山西大同化 唯独剩下成德人瑟瑟发抖 所以说河北没特色就是最大的特色 这种特色叫包容 方言不同一 那是因为河北同时拥有高原 草原 平原 沙漠 山地 湖泊 盆地 滨海 丘陵 九种地貌 这在全球都是非常罕见的 河北汇聚九方水土 孕育各式人民包览四方文化 河北就是中国北方文化的万花筒 河北就是这样 从来不被重视 但一直在努力 河北人就是实在 在这个时代 没有比什么 比实在更可贵了